延假第二天小流球各水域 滿滿人潮 大家都在體驗浮潛 SUP等水上活動 不過有遊客擔心 等到假期最後一天 船班會人擠人 因此選擇錯開 售價時間 9號陸續有人結束行程 搭下午班次的東流線 人人帶著大包小包 愉悅回到東港碼頭 如果玩得意猶未盡 還會到華僑市場逛逛 因此放眼望去 停車場滿滿車輛 一味難求 就連汽車想往前進 都得等上一會兒時間 而市場裡頭 其餘黑輪的業者 完全沒休息時間 一卷包過一卷 另一邊則是加緊腳步 把他們炸得金黃 魚素各類干貨通通買起來 每一攤都大排長龍 有人是看準新鮮海產 來這裡買很老啊 整條通道被擠得水泄不通 攤商提高分辨染客 怕能趁三天廉價把口袋轉薄薄 反而新聞評都綜合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